停車場的收費機上顯示 停車費1045元 車主當場傻眼 並在網路上PO文說 在這個停車場停了7天 繳費時差點吐血 7天停車費1萬多塊 多到機器不能繳 還要保全人員特地來收錢 車主甘願繳費的原因 是因為他沒有仔細看告示牌 因此沒發現這座停車場 沒設定當日收費上限 大多數人開車進停車場 幾乎都不會仔細看收費公告 這座民間停車場的公告上 就沒有寫當日收費上限 其他停車場就有在公告上 標示當日收費上限 有的是平日上限180 有的是190元 假日也有上限 最多只要280元 也因此付上萬元停車費的車主 就很疑惑 停車場可以不設定上限金額嗎 台中市的停管處其實有規定 不論是公有還是私有的停車場 其實是不一定都要設當日上限的金額 像這個停車場就沒有設定 停管處強調 只要是鬧區或是停車需求大的熱區 不論公有或私有停車場 業者都能申請 不設定當日收費上限 這座私有停車場就位處在停車需求大的熱區 所以沒收費上限 提醒民眾停車時 真的要睜大眼睛看清楚公告 以免誤會停車規則 造成荷包大失血 華視新聞 熊貓江春風 台中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